典型的冒充客服类的诈骗 信息里面包含了受害人的姓名 以及所订购的航班的具体的航班号 然后甚至于有一些电话联络方式这种 就造成了一个受害人上当 称自己订单有问题的 不要下载来历不明的APP 应当联系你当时订购的官方客服 去核实这个航班有没有问题